Hello YouTube 我是李Sir 好 我這條影片是講中二的第八課書 大家要準備書 Angles Related to Triangles and Polylomies 有些先秘的知識 大家已經在中一的時候學了 就是一個直線上面的角度 加上180度 無論是兩隻好 介開三隻好 Reasons 是 Adjacent Angle on Strait 要記的 要記回 很多同學都忘記了 Adjacent 這個字記回 第二就是Angles at a Point 一個點 如果差一些線出來 無論是三隻 四隻都好 那角度加上 圍了一個圈 就是360度 這個都很容易理解 Angles at a Point 第三 如果有兩條直線 記住是直線 直線的對角會是相等的 另外這兩邊的對角都會相等 這個就是Vertical Opposite Angles 好 接著是平衡線 平衡線有三個需要大家記的 第一個就是如果兩條平衡線 穿了出來 有個什麼符號 記得嗎 有個C字 F字不是C F 一個倒轉的F 這兩隻角就會相等 A等於B 就是Corresponding Angles AB Parallel CD AB 兩條斜線 就是Parallel 平衡線 這個F字 接著另外有個叫做什麼 U字 看到嗎 U字 這樣U字 是吧 Sorry Z 寫錯了 用第二支 先 寫錯了 Z Z U是下一個 Z 有一個Z字的 這兩隻角 行不行 就是C等於D 是Alternate Angle ALT Alternate Angles AB Parallel CD OK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剛才我講了 U或C 這兩隻角 這兩隻角不會相等的 內角是E加F是180度 因為你看一看就知道 這隻角是小個 F是小個E 所以不會相等 是加上180度 所以Interior Angles AB Parallel CD 這六條式 大家都應該是學過 再加上最後 Angle Sum of Triangle 很簡單 一個三個型的內角 加上180度 OK 那你有這個 就要做到 GLP 8.0 第一頁 這個 想想我剛才用 這六條的哪一條 OK 行不行 OK 好了 接著下面 這個又會怎樣用呢 有X 有Z 有Y 你想想 會用 會貫通 剛才這三個的公式 OK 接著 就是Parallel 就是Parallel 那你畫上了 用一支螢光筆 去游 游一次給你看看 這兩個角 包著這兩個角 就是這樣 看看這跟著哪一個 是吧 那你用螢光筆 游一次 把這些角度 游一次 夾著 這樣夾著 夾著 連上去 夾著連上去 就知道用哪個方法 OK 那這個應該第一 第二頁 不難做的 這三個 和這個Angle 三個型 當然是Q OK 好 那自己看了 接著 新的東西 就是你的GLP的8.1A1 是你的GLP的第五頁 第三頁 好 那怎樣呢 那大家要揭開一本書了 大家揭開一本書 揭去你們的第八點四頁 八點四頁 你就會發現 這裡有其實很類似的東西 很類似的東西 那一看就知道如何填這些格子了 你自己填 OK 自己看 什麼意思呢 這些什麼意思呢 自己填上去 OK 那你填字典 那我不告訴你 自己填字典 就這樣看 都可能猜到是什麼意思 行不行 OK 然後這個書沒有了 你要記住 這個字叫 Isosis 你自己讀一下 Isosis 就是 這三個三角形 是Isosis Triangle 我們叫等腰 等腰 OK 等腰 要你記住 Base Angle Optry Angle 這四個裡面 其中一個是Base Angle 就是 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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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沒錯 這兩個就是Base Angle 如果這兩條線是相等的話 連下來 這兩條線就叫做Base Angle 所以我舉個例子 這裏的Base Angle 你記住的時候 我們就要記住 所以你用拿筆 記住的時候 就是這兩條線延伸 所以這條線就是Base Angle 我只要你記住 這樣記住 行不行 在這條線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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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做這麽簡單的事情 OK 那你自己做 好 接著 揀到後面的板 就是一些例子 這條線延伸 是什麽呢 就是很簡單 如果 A B A B 跟A C的長度一樣 就是等腰 那兩條底角 就是剛才畫的Base Angle 就會雙等 就會雙等 我們的Reason就是 Base Angle I Sources Triangles Base Angle I Sources Triangles I Sources 就是這個字的簡寫 I S O S 這個Base 就是底角 Angles 就是An Angles的簡寫 OK 所以如果我們根據 這一個句子 這個三個人的話 這裏這樣填多少 這裏是錯了的 一行 If 什麽出現 頂就是什麽出現 Reason 是什麽呢 那我給我一個開始 If X Y 是等於什麽呢 你自己填了 頂 Angle Y 又會等於什麽呢 Reason 又是什麽呢 自己填了 OK 那就跟這三個人去填 好了 那這一個例子 8.1 其實你看一本書 書 書的第 8.6頁 這裏就會有Example 8.1 那我想你不是抄 是自己看 看看Example 然後就可以填這些洞洞 填這些洞洞 那這些洞洞呢 其實不難填的 你照抄都可以的 不過我想你理解一下 阿景 那是什麽來的呢 這個等於這個 那寫什麽呢 那為什麽會這隻角 Angle A B C 這隻角又是50度呢 那你填一填 那又是什麽 reason 所以它們加上是180度呢 OK 那看完之後呢 你應該明白了 你便可以懂得做 下面這個 Activity Practice 那應該都不難做的 那你想一下 要計X 那按照專門計B 才做Exit 這個也是 差不多了 OK 自己回去試試做 接著旁邊第五條 又是有的Example 8.2 那你可以看看 書的Example 8.2 那又看看了 那又看看它怎麽做 你來解一下 這個是什麽來的呢 原來這個 跟這個一樣 所以Base Angle 也一樣 所以就 reason 那你就可以照填 到這個GRP的位置 那又做下面這條 OK 那自己試試回去做 我想說一下Mid Point的意思 Mid Point的中間點 就是D呢 就是AC的中間點 就令到這兩條邊相等 這裡有一個新的Freedom 我都要講一講 就是說如果 AB 跟AC是相等 那就是等腰 再加上M 是BC的Mid Point 就是Point 令到它相等距離 就是Mid Point 這個意思 就是Mid Point 就是Mid Point的意思 就是M就是Mid Point的意思 那就會令到AM垂直於BC 就是會怎樣 垂直即是90度 垂直即是90度 可以不可以 所以你可以照這個圖形 根據這個寫法 寫這兩句是些密碼 跟這些XY尺 可以不可以 那你就會理解到下面 會不會用到的 功...的...的... 的...的... 的...的... 那Reason是什麼呢 就叫做Property Property解特...特質 特質 或者特性 Of Isosa Triangle Of這個 鄧妖三角形 OK 那你自己想一下吧 那試一下做一下 就好了 那短片就到這裡了 然後... 然後... 就說